律師法老王王志德 他在臉書上也有發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他說看了社工和凱凱家屬的對話截圖 發現去年9月在照片中看到的凱凱 其實還是圓嘟嘟的嬰兒飛的樣子 但是三個月後的凱凱 整個人已經瘦了一大圈了 而且是完全沒有笑容的 而凱凱的親友也統整出了四大疑點 質疑社工真的有去訪查嗎 一歲男童凱凱明明已經被社會安全網接住 卻仍遭保母虐待致死 讓國人既心疼又憤怒 更質疑成性女社工三度探視 為什麼沒能挽回悲劇 根據CT1報導 凱凱的親友從社工回傳的照片裡 找到四大疑點 首先是去年9月3日 外婆收到社工拍的照片 當時凱凱在俄福聯盟辦公室玩耍 白白胖胖 頭髮濃密 笑得相當開心 並無明顯異狀 但時隔近一個月 外婆在收到社工回報的照片時 內容竟明顯重複 而從補傳來的新照片中 發現凱凱右邊的頭髮明顯塗了一塊 隨後還被帶去理髮 只剩下中間的頭髮 看不出任何異狀 這突然的理髮安排 也讓曾經照顧凱凱的周姓保姆等人 起了疑心 再來是去年10月的照片 外婆發現凱凱的頭部有大片淤青 社工解釋是凱凱在公園玩得太開心 保姆來不及阻止才會撞到 但外婆發現凱凱身形明顯消瘦 右邊的眼窩下方也有明顯的淤青 一旁還有一雙大人的手緊緊拉住凱凱 懷疑是強迫凱凱不可以離開 必須按要求拍攝樣板照 時間來到11月 親友完全沒有凱凱的消息 直到12月9日才收到凱凱在公園玩搖搖碼的照片 發現她的額頭還是有明顯的腫塊和餘青 另外凱凱在這期間掉了4顆牙齒 社工解釋因為凱凱頻繁轉換照顧者和環境 磨牙太用力所導致的 對於種種疑點 律師王志德在臉書質疑社工 凱凱都已經坐在悄悄板上了 卻完全拍不到小孩笑的照片 是因為都找不到嗎 而且凱凱四顆牙都掉了 社工還是沒有任何警覺心 到底是無知懶惰還是未造方式的記錄 這個社工出了什麼問題 凱凱經由兒福聯盟的轉介 交由留心保姆來照顧 卻疑似遭到虐死 而兒福聯盟事後也曾出面道歉 強調社工仿視了三次 都沒有發現異狀 而這樣的說法也慘遭了 專案小組的打臉 據了解當時院方見到凱凱傷勢 警覺有意立即報警 專案小組也立刻派員到場 卻經見凱凱全身 甚至頭部都不滿瘀青 四肢關節更嚴重腫脹 變形怎麼可能看不出來 是根本沒去訪視還是眼瞎 而另外經了解 留心保姆姐妹同時間照顧三名小孩 其他兩名小孩與兩姐妹關係都非常親密 唯獨凱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而目前姐妹倆已經被收押 後續相關單位 也將針對負責的誠性社工進行調查 以儘快釐清真相 凱凱遭到留心保姆姐妹虐死的事件 而負責的誠性女社工 由於三度訪視罪卻沒有查出異狀 而被家屬質疑是在包庇 警方也以偽造文書過失致死罪 將她列為被告並拘提到案來調查 台北地檢署檢方十二號晚間覆訓後 遇令陳女社工三十萬元 招保後傳 什麼話要說啊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穿著白色厚外套靠在親友身上 把自己的臉包緊緊 面對記者提問不發異語還不停啜氣 她是被虐死的一歲男童負責的 陳姓女社工 她捨棄了台大法律系 成功錄取台大社工系 被同學封為社工女神 但她明明探視了凱凱三次 卻都沒有發現孩子被虐 被警方依偽造文書過失致死等罪 列為被告 回顧案情 台北市去年十二月 由俄夫聯盟轉介給流姓保母姐妹照顧的 一歲男童化名凱凱 竟遭保母殘忍虐死 而負責訪飾的陳姓女社工 從九月至十一月共探訪了凱凱三次 但她卻都沒有發現異狀 讓凱凱的家屬質疑 陳女沒有善盡監督的責任 甚至懷疑她根本沒有去探視孩子 包庇流姓保母姐妹 監禁調查後認為陳女的訪尸報告 和實際情況有落差 以未造文書過失致死等罪 將她列為被告 昨日警方追提陳女 至警局接受調查 移送遞檢署時 更將她雙手上銬 警方附訊後 預令陳姓女社工 三十萬元交保後傳 而陳女交保之後 在親友的護送下 上車離開 更低頭不斷啜棄 她是否有確實仿視 被虐死的孩子開開 仍帶檢警調查釐清 社工女神的背景 現在也被棋底出來 她因為受到爸爸的影響 從小就立志想要當志工 而她畢業於台大社工系 還曾經被封為台大社工女神 二十九歲 陳姓社工的爸爸 是文山區某教會牧師 她從小在教會長大 常跟著爸爸做社會服務 因此從小也就立志要成為社工 她就讀金美女中時期 高一高二成績平平 高三為了一舉考上夢想志願 努力衝刺學業 學測考出六十四級分 但申請台大社工失敗 但她不放棄 只考時成績衝到了五百二十五點三分 不過她捨棄了台大法律系 成功錄取了台大社工系原夢 外型清秀的她還曾經被系上 封為台大社工女神 她過去也曾出國實習 十分熱衷志工服務 沒想到如今涉及照護 紀錄不實 偽造文書問題 目前她已經低調地關閉社群 前主播小同文又在社群上發表看法 她說這次的事件帶給社工們很大的衝擊 尤其是看到社工女神被上銬的畫面 她認為所有的社工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似乎經歷了集體創傷 對於社工在事件中呈現的壓力 蕭同文表示同情 她說從事二十多年社工的同學 口中得知 要當社工需要極高的同理心和真切關懷 並且必須接受被檢視的壓力 社工真的非常辛苦 有太多委屈 他們的反彈是另一種形式的集體創傷 蕭同文進一步指出 社會福利資源在台灣的分配並不理想 這使得社工的工作更加困難 社會大眾不斷討論這件事情 一定造成他們非常大的衝擊 平時滿滿的無力和委屈 在看到當則社工被上銬的瞬間 全被引爆 希望大眾能夠對事件進行實質的討論 找出問題的環節 而不是讓第一線的社工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程訊女社工被移送上銬 而她交保之後哭著離開地檢署 對此松江科的外科醫師杜誠則就表示 尚銬社工真的很可恥 想殺害自己或別人等等 這位社工有嗎 杜誠則指出使用借據時除因遵守比例的原則 不得於必要的程度外 另應注意下列的事項 第一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及名譽的維護 第二避免公然曝露所使用的借據 而第三避免使用破損或不解的借據 她強調不要讓應該負責任的改善單位 輕鬆斷尾求生 不要讓明明發生問題的單位 拿著麥克風告訴你要攻擊別人 你就跟著衝過去留言囉